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这颗镜头 这个是佳能的RF100-400mm F5.6-F8 这样一颗长焦到超长焦的变焦镜头 这个镜头其实去年是跟佳能的RF16mm F2.8 这颗比较轻巧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后面的佳能EOS R3一起发布的 这三个东西我都非常感兴趣 关于RF16mm F2.8这颗镜头 我之前也专门出过一期节目讲过 它这个镜头的特点就是画质没有那么好 但是由于它的价格在这里摆着 只要2000多块钱 并且它也能够提供一个超广角的视野 而且体积比较小 那么当你对于画质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 但是又需要这样的一个视角 你可以买这样一颗镜头背着 这颗RF100-400mm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特性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焦段非常的长 100-400mm 有时候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很长的焦段 来拍摄到你想要拍的东西 但是这颗镜头价格不是很贵 你现在买的话只要4000多块钱 所以大概率上也是跟RF16mm F2.8一样 画质可能没那么好吧 其实这颗镜头刚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打算首发购买的 但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加价加的比较厉害 6000多块钱 再加上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可能平时用不太到这样的超长焦的镜头 所以也没在第一时间购入 那为什么现在来出节目来讲这个镜头呢 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又去了一趟新疆 我认为一些拍摄场景 可能会需要这样的超长焦的镜头 所以我就租了一科 想要看一下它的画质 对焦各方面的表现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购买这颗镜头 正好顺便给大家聊一下 我这段时间对于这颗镜头的使用体验 因为这个镜头其实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 那我租了大概15天的时间 只要300块钱 我觉得性价比是相当高了 因为其实对于这个超长焦来说 可能不会说一直都使用 但是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超长焦 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那么半个月的时间300块钱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相比于普通的 比如说我们用的什么2470 或者7300 这颗镜头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可以拍到很远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遇到了野生动物狐狸 像这种野生动物 它通常都会比较怕人 距离都会比较远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400毫米的长焦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放得很大 可以很清晰地拍到它 如果是使用70毫米 或者是100毫米的话 可能就不能够拍得这么清楚了 再或者你想要拍摄一些距离比较远的风景 或者说这个风景 它在视野比较窄的情况下 才会有比较好的构图 那么这样这个长焦的镜头 也可以比较好的去捕捉这样的风景 当然前面这些是 大家都能够想得到的这个长焦的好处 但是我觉得我带这颗100到400 在外面拍摄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 就是长焦有一个很特殊的透视感的压缩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拍摄一个题材 就是小软它要打扮成一只狐狸 如果你用400毫米去拍的话 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在看什么动物世界 或者是野生动物的纪录片 因为只有这种超长焦 才会有这样的透视感 那看起来好像是在野外捕捉到 这样的画面一样 如果你用70毫米或者是100毫米的话 就很难拍出这种特殊的透视感 因为这些焦段都太近了 你想要把它拍大的话 你就要距离很近 那透视感的话 其实主要是跟距离有关系 所以用400毫米去拍的话 会能够比较准确的表达出 我们好像在野外发现了一只 很漂亮的小狐狸一样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压缩的透视 它会让背摄主体 以及背景的比例 会更加符合正常的比例 比如说我们在拍环境人像的时候 这个人物相对于后面的山峰 或者是树林来说会更小 如果你可能用比较短的焦距去拍的话 人物会显得比较大 但是用超长焦去拍的时候 人物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你会感觉到 它是有一种很大的压迫感 因为后面的这些背景 树 山本身就很高很大 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正常 人会感觉很渺小很无助 那如果你想要表现这个环境 人物会有种压抑的感觉的话 你是只能够使用这种超长焦 才能够拍摄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带 这么一颗超长焦镜头 出去拍摄的原因 但是这个镜头 我们就开始说了 它也不是说没有缺点 毕竟它价格比较便宜 首先现在光圈是不太大的 F5.6到F8 而且当你比如说 转到100多毫米的时候 它的光圈就会立刻降到F7.1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认为 它就是一颗全程F7.1 F8这样光圈的镜头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光圈太小不太够用 但是我们在外出捋拍的情况下 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在光线比较好的白天拍摄的 太阳下去的这种黄昏拍摄 所以其实觉得这样的一个光圈 是基本上够用的 如果是再晚一些的话 我手上有这个85F2 光圈也非常的大 焦距也是够长 可以去弥补这种光圈不够的情况 所以根据我们平时拍摄的情况 觉得这个光圈是够用的 而且使用这种超长焦的镜头 光圈太大也不太好 如果你使用长焦镜头的话 光圈太大反而会让这个背景 虚的特别厉害 因为本来长焦的镜头 它视野就会比较小 那你再把背景虚化掉 就更难交代环境了 那关于对焦方面的话 不管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 各个焦段上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在外面搭配 主要使用的是EOS R3 当然也有可能跟这个R3 它的对焦系统好有关系 那我也有跟EOS R6搭配使用 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 比如说如果你转到 最长端的400毫米端 我就发现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从比较近距离到远距离的时候 它的对焦会比较的慢 需要等很长很长时间 它的焦点才会移动过去 那你走过来 然后看我就好了 哎呀 嘣嘣 退焦 退焦 等一下 好 开始了 这点是唯一发现的一个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发现你只需要把这个焦段 给拧到300毫米端 或者200毫米端 然后找到目标 对焦对过去以后 你再拧到400毫米端 它的焦点会很快的移动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然后说一下这个镜头 也是有镜头的IS防抖 所以如果你是搭配戴机身防抖的佳能的相机 EOS R3 R5 R6 配合起来的话 它的防抖效果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我放的这些样片 全都是手持拍摄 尤其是在长焦端 不管是100毫米端 还是300毫米端 400毫米端 它的手持稳定性是非常好 甚至你做一些短距离的运镜 它都是能够很稳的 这个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好 因为我们当时拍摄的环境 很多都是零下三十几度 非常的冷 所以我在手持的情况下 手本身都比较抖 但是它能够拍摄出这么稳定的画面 它这个防抖系统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有一点缺点就是 这可能是佳能这套 协同防抖系统一个通明 就是如果你刚刚开机 或者是刚刚开始录视频的时候 它最开始的几秒 防抖是没有那么好的 你就开始拍摄几秒以后 你可以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它的防抖会从一个索尼的水平 变成一个佳能的水平 防抖会过几秒以后 才能够优化的最好 所以如果大家在拍摄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尽量提早的去开始拍摄 让它的防抖线充分的优化起来 那不最后说一下镜头的画质 我们就开始说 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你可以预计 它的画质是比较一般的 我在外面也拍过视频 也拍过照片 我放几张样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它的画质没有那么好 跟佳能的RF100到500 比那就是差的挺远了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极限的环境 比如说大光比的情况下 镜头的一些运营都会比较明显 而且长焦端 焦外的光斑的质量 也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为什么我能接受 因为首先我大部分情况下 是拍摄视频 所以其实在拍摄4K视频的情况下 对于镜头素质要求 没有照片那么高 我比较了一下 我发现它其实 看不出来太多的区别 就是照片会比较明显一些 第二个是因为 这颗镜头你可以看到 由于它光圈没有那么大 虽然说它是个100到400的长焦 所以它的重量是非常轻的 很显然是跟RF100到500 那种镜头轻的非常多 所以对于像我们这种出去旅拍 想要某一些场景的情况下 使用这种长焦的视角 但是又不是一直使用 或者是对画质要求 不那么高的情况下 随身携带这样一颗镜头 也不会给背包增加很多的重量 可以一直戴着 需要的时候 直接掏出来使用就可以了 而且你手持拍摄的时候 由于它重量比较轻 再加上机身一起去搭配的话 你日常挂机 或者是拿着手上去用的话 也没问题 甚至由于它的重量比较轻 那你上三脚架的时候 对于三脚架的支撑性 和稳定性的要求也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即使在一个 便携性的三脚架上 使用的时候 它也可以保持的比较稳定 所以这个重量 真的是这颗镜头 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很多的一些拍摄场景 车是开不过去的 就必须要徒步走过去 比如我们那天 是在冰面上走过去 你不可能车开过去的 所以其实器材的重量 对于拍摄的体验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最后一点 就是由于它 我们最开始讲到的 它400毫米长焦端的一些 透视压缩的特性 所以拍摄出来的画面 有一种很特别的张理 你不会一直 使用这样的一个焦段拍摄 但是你又在某些场景下 需要这样的一个焦段 使用的次数不多 但是你还是有需要 所以它重量轻 画质没弄好 但是在不给你压力的情况下 又能够给你提供这样的视角 我觉得画质的问题 真的不算大 这个就是看大家权衡了 如果你真的要 对画质要求很高 那么你就可以买更贵的 RF100到500 重量更重 价格更贵 当然画质也会更好 但是可能日常捋拍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更大的承重 可能会对拍摄的体验 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基于这几点我们刚刚说的 它其实是跟RF16 2.8 一样 就是你在牺牲了一些 画质的情况下 你可以获得更轻的重量 更小的体积 更便宜的价格 但是它其他方面 包括对焦 包括防抖 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是不是能够 接受这样的一个设定 其实我觉得佳能 推出这么一系列 比较廉价的RF镜头 是挺聪明的一个做法 因为确实很多人 他对于画质要求 没那么高 但是他又想要有 这样的一个拍摄的感觉 能够有一个 比较廉价的选择 至少相比于 其他厂商来说 类似这样的镜头 价格都很贵 那普通人想玩也玩不上 反正对于一个 一般的爱好者来说 是更友好一些吧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能拍到 真的是要比拍的好 要更重要 因为很多的 包括价格的因素 重量的因素 其实对于你是否能够 拍摄到想要的 感觉的画面 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